疫情扩大国内今天出现首例 全家五口都中招 指挥中心今天又公布 一名阳性血亲的机师 他是阳性三号女机师的先生 也是康乔确诊学童的父亲 加上他的大儿子 以及女儿一家五口都中招了 那么疫情已经扩大到了 新北和桃园的三所小学 但是资讯不够透明 有家长就抱怨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小孩 有没有和抗体阳性的学生同伴 黄岸机师染疫案持续延烧 指挥中心公布检验结果 目前检验1099人 阴性1084人 阳性有7人 其余的还在检验中 但其中一位验出阳性的机师 是列为血亲三号女机师的先生 就读领口康乔国际学校的案113例的爸爸 这名男机师是阳性三号女机师的先生 他的两个儿子就读康乔国小 女儿就读警星国小都是阳性 其中就读康乔国小的二儿子 还是确诊113例 也就是说一家五口全中招 那这位血亲的阳性 是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 就一位血亲阳性列为三号的 他就是他的先生 黄航染疫案越股越大 有学生确诊 以及验出阳性后 家长都是看到新闻才知道 你小孩是跟月儿同班 我不知道 现在什么都还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要来台课 你小时我觉得很有机会 甚至连自己小孩 适不适合阳性同学同班 都不清楚 资讯根本不透明话 放学时间 家长都戴着口罩站在校门口 距离也都拉大 小朋友都乖乖戴着口罩 跟着家长回家 新北桃园有三所学校 受到疫情威胁 民口康乔学校的两名男同学 是抗体阳性女机师的小孩 弟弟确诊为案1113 匡列193人裁检 全校近3000名师生 都改载线上教学 自5月5号 抗体阳性女机师的女儿 就读桃园的景星国小 检测结果抗体阳性 没有感染疑虑 因此学校不停课 但虽然没有感染疑虑 家长还是小心谨慎 还是有让他尽致 一瓶酒精 带口罩要洗手 因为抗体阳性男机师的 两名小孩 曾经接触疑似感染案例 一名抗IGG呈阳性 另一名则没有验出 两个班级 自4月28号起 自主停课一周 改采线上教学 疫情扩大到校园 学校忙着清洁消毒 大动作停课 避免校园群聚出现大漏洞 记者刘志展 王志文 李一昌 豪民报导 请不吝点赞